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 6月18号那一天 她正在帮这个黄小姐进行大体的修复 做到了一半 突然感觉身体一阵不适 她在想 是有什么讯息要传递给她吗 没想到才闪过这个念头 手机立刻出现了推波重大及时新闻 发生了华山分尸案 当下就在想 难道又有人要求助于她了吗 就是眼瞼撑开 装上去 她刚好就是在这个面看起来 她是整个就是像真的眼睛这样 一群人低头靠在棺材边 剪刀与针线在手上来回穿梭 在空气不怎么流通的停尸间 全神贯注着 坠楼意外什么 或者是车祸意外常常牙齿会撞断 就是要帮她装上这些夹牙 他们是一群大体美容修复师 专门替意外身亡的死者修复外表 在日本电影《送行者》里头 男主角是帮死者美容入恋的李医师 相较之下 天面目全非的死者缝补大体的修复师 工作难度更高 这样下去皮肤才能这样再出来 你值得不能 你值得不就要像在缝衣服这样下去再上来 真都是弯的 各种大体缝补技术都难不倒他们 因为这一支修复团队身经百战 近期最知名的案件 就是这一起全国瞩目的刑案 刘美健身教练朱俊颖 杀害交往不到两个月的女友并分尸 藏在社区滑谱 临堂前哭到生死历劫 却换不回心肝宝贝 板桥日前发生了分尸案 被害人黄小姐遭男友痛下杀手病之解 残破大体就是由他们日以继夜 不眠不休20个小时 义务修复完成 会做到让你生气的感觉 气不是气说 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这边 只是觉得说 怎么可以没有人性到这种地步 我们修复师并没有休息 本来是要轮着休息 可是修复师大家都吃不下 其实 看到被害人那么惨 其实坦白讲 他们都没什么食欲 那又担心说因为 如果说退兵的时间太长 可能会对黄小姐的遗体 可能会有一些损害 所以修复师是把黄小姐 当成自己的亲人 尽心竭力让黄小姐恢复原貌 有尊严 美美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她是修复团队召集人之一 王维军 从分尸案曝光后 她几乎就全程陪同被害家属 面对一道又一道的难关 全程不管今天是24小时 30小时 甚至更多的时间 我都会全程陪在一鸣的身边 我都会跟她讲话 那你不要怕 我们修复师都会好好的对待你 那跟你要做什么的时候 都会告诉你 因为我们不认为她是遗体 因为她是人 全程陪伴的承诺言犹在耳 王维军和团队做到了 但就在大体修复完成 6月20号当天 她却碰上怪事 然后忽然 我就觉得我头非常的晕 那天 那种感受是非常怪异的 因为其实这几年再怎么累 那种晕 其实我们自己可以知道说 那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就觉得不对劲 没有感冒也没有生病 王维军却头晕目眩 我走过去要坐下的时候 就已经连坐都不能坐 我就直接就躺平在沙发上 因为我想吐 我非常的想吐 我晕到整个人是没有办法控制 梅兰有了不舒服 吓到了身经百战的王维军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们在想说会不会是义民 有什么话想要讲 可是又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刚刚都跟他讲好了 大家都非常保护他疼爱他 正当白思不得其解之际 一通电话吓醒了他 拍不到五分钟 我接到记者帮他打电话给我 姑姑你现在可以来吗 台北发生华山分尸案 你知道我听到的时候 我想说我是不是听错 是我头晕听错了吗 警方一路找 原本只找到六代 正当搜索没进入 警方拿来香跟精致祭拜 才刚烧不到五分钟 最后十代终于被寻破了 真的没听错 宣传一时的华山分尸案 震惊全国 难道冥冥之中 只因警方搜索失快的高小姐 也找上王维军帮忙吗 我就坐起来 我就在跟我的伙伴在讲话的时候 就怎么会这样 然后讲一讲 过一下 那个高小姐的妹妹打给我 打完了以后 跟我联络 当我说跟他约好了 我去警察局陪他 就在那么短的时间 我头也不晕了 我也不想吐了 那一解释的离奇过程 使得王维军更加相信 华山分尸案的被害人高小姐 需要团队的帮助 只可惜后来家属有其他考量 没有请他们伸出援手 但这一支 阵容坚强的义务修复团队 已经协助过上百名罹难者 罹难的乘客 大部分都是澎湖人 并不是游客 返家之路 却遇上了无情的死神 天灾人祸不断2014年 就是修复团队沉溺的起源 这个团队的名字 七六行者是以 复兴空难跟高雄气暴的这个 罹难人数的总和 我们服务的这些罹难人数的总和 来命名的 来自全台各地的大体修复师 当年为了医务赈灾 在澎湖聚首也牵起了彼此的缘分 在之后的台南地震 花莲地震 都能见到他们默默付出了身影 每一个现场 比如说这一栋 平均它预估里面 18个这一栋预备 建的一个学名 召集开会具有大将之风 资深大体修复师陈修将 这是团队的发起人 举凡任务分配 技术指导 都由他亲自操刀 我曾经就是眼睛是真的 那个画就是老人家 他们讲台语叫胖吧 就是你刚昏迷那种样子 眼睛真的 但是我是睡着的 双臂露出大片刺青 讲话还带点江湖气息 困难看出他有一段荒唐的过去 安静 今天要是不能死他们 有一天就会被他们亂死 混黑道逞凶逗狠的日子 是陈修将30岁以前 不堪回首的记忆 他曾经进出监狱六次 直到遇上贵人点花 在台南监狱协助本来老师 其中一个邱老师 他是让我看到人性的光昏面 就是他愿意不继续回报 他一辈子的青春都是 都是奉献给监所里面的受信人 浪子回头的陈修将 出狱后投入殡葬工作 由于他相当崇拜法医杨日松 既然无法考上法医 干脆学习如何让死者 得到最后的尊严 那时候在学的时候 没有专门在教导 这个专科的老师 所以我们必须跟 像我那时候学的时候 就必须有医师 彩妆师 特效化妆师 甚至是像电影的这个道具师 初出茅庐的陈修将 一头栽进大体修复的世界 当初不怎么信邪了他 在修复下水道工人的大体时 就遇上不可思议的事 他一下水就被大水的冲走 下水道里面是有杂刀 那个杂刀是在割垃圾的 然后每一段区域都会有 一个垃圾分流站 那个大哥的尸块最后 都是在好几个垃圾分流站里面找出来 四番五略的工人大体 连找齐都很困难 恢复原貌 贪何容易 我会不断的去思考 他在这个过程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案件实在棘手 正当陈修将苦恼之际 死者竟然托梦之点 第一天的梦是我梦到我是旁观者 看着他怎么掉到下水道 然后怎么被水冲走 他尸体怎么被切割的过程 好像我们在看电影这样 惊悚片般的梦境 还一连做了好几天 第二天变成我是王者 就是那个梦境变成 我在下水道里面被水冲走 然后我是怎么被切割的 然后人家说做梦不会痛 我认识是假的 就是我在那个梦境的过程中 我能去体会到 他去撞到东西 他被割断手脚的 那个瞬间的力道跟痛楚 死者托梦 让陈修将更能将心比心 有助他修复王者大体 也精进了自身的技术 加上善于沟通 安慰被害者家属的王维军打头阵 打造了这一支义工修复团队 当你从自己的 被害家属的处境 一路走来到现在 我是 在被害家属的这种情感上面 我是能够非常了解他们的 一提到被害者家属就落泪 因为他正是六年前 被虐杀了三岁男童 王浩的姑姑 他多年来为了司法改革 奔波穿梭全台各地 不但投入七六行者的善举 更号召各路精英伙伴 共同响应 团队至今超过两百人 我本身也是一个暂停从业人员 我在第一线到兵衣馆 看到他们在工作 我就觉得 原来社会上还有这样的一个团队 家人一开始是有一点 不太敢跟他们讲 但是事后他们知道之后 就觉得说这是一个蛮好的事情 都还蛮致死的 面貌搅好了陈宇杰 正值工作是一名花艺老师 某一天他看到七六行者的善行后 自告奋勇加入团队 他说牺牲时间 薪水事小 能替社会尽一份心比较重要 收拾行囊装备 七六行者又要出任务了 他们笑着说 一般人有求于他们时 往往都在人生的毕业典礼 最好少碰面为妙 不过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 这一群无名英雄随时待命